我该做的功德回向给他 师父也回向给他 早一点去净土 我没有说早一点死 脱离痛苦 后来他又打电话 师父他能不能让他撑到年底 我说你真狠 像我妈妈一生病 我就一直求赶快让他走 赶快让他送我安宁病房 我哥哥刚刚跟我不一样 我哥哥是爱我妈妈 可以的 医生说急救 可能还可以一年 我说妈妈八十几岁了 佛陀才佛到八十岁 因为他留下来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折磨 何苦呢 胆已经割掉了 又要洗肾 又那个不能喝 那个不能吃 所以各位有时候 一烦恼去处理事情 一定是在害对方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 你亲人生病的时候 那你要接受他这个因果 就像我妈妈得癌症的时候 28年前 应该讲30年前吧 我忘了 我发两个愿 我读地藏经 学地藏王菩萨发愿出家 我发两个愿 第一个愿 如果我妈妈好不起来 就让他找走 因为我妈妈说他不想化疗 不想吃药 不想掉头发 不想掉 我妈妈很爱漂亮 所以就让他好走 那第二个 要么就让他健康起来 要么就让他好走 就不要在那边折磨 我发的愿 虽然那时候我学佛不生 至少我还发对了 对不对 我没有发 我妈妈一定要好起来 对 我全然的接受他的往生 或是他健康都可以 但是我好好的 按照地藏经来修行 我发这个愿 我妈妈三天就不痛了 到他过了二三十年 都没有癌症复发 都没有了 因为我这个愿还在 我有在实践 我出家了 我努力的在 虽然我散散的 但我心的方向很正确 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的愿 所以他就比较平静 我想各位这一点 就是说 不管面对世间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 任何的问题 今天你公司被倒了 你很担心 担心就是说 你不能接受他被倒 所以很多人往往问我说 师父要念什么经 然后他才不会怎么样 我说不一定 这个因缘果报 连佛陀都有的 可以众业轻报 但是因果一定要来的 首先你要接受 以接受的心态 不烦恼了 来念佛 那你念佛会很专心 对不对 然后再回向 不可思议 对不对 定业 地藏王菩萨说 我不录地义 谁录地义 他可以帮你转业 对不对 所以叫灭定业阵言 但是你要心平静才可以 你要接受 你不能说 不行 我在念 师父我念念念念 我老公会回来找我 不一定 换一个好的来 这样就可以 所以曾经有个居士 我觉得他很放下 他的儿子 做了很多坏事 吸毒 后来快死了 很痛苦 然后他问我 我说你就放他走吧 因为搞不好 你太太会再生一个儿子 或是你的媳妇 会生一个孝顺的来 因为你一辈子 被他伤害得很厉害 但是也不是说 要他往生 我们希望他消业 对不对 能够去净土 因为在这个人间 他一定会继续吸毒 那他去净土 就不会吸毒 但是你要放下 会好起来变个好人 不会好起来 就去净土 那你来发育 所以他就放下 放下 他儿子很快就走了 后来他的媳妇 生了一个很乖的 那个才报恩 前面是黑白人生 后面变彩色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儿子死了以后 他心情很好 为什么他心情好 儿子去净土了 让他心情很好 如果儿子下地狱 他一定心情不好 所以各位真理记住 你想到你爸爸 你就心情很好 那他才净土 你想到你爸爸就 很快乐 他在天上 因为你想他 他就他想 一样意思 所以为了要帮助爸爸 那就算你想到他 心里很难受 那你就赶快念佛 让心里快乐去转他 就算他现在在地狱 你现在念佛念到很法喜 很菩提心 请问他会不会去净土 当下操作 但是你又用一个悲哀的心 一直想 一直哭 这下可惨了 他本来在 在第五层 再把他往下拉一下 就像地藏经一样 为了拜父母 你去杀身拜肉 又又把他退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 讲解一下 一切为心照 所以你为了要让这个事情圆满 让这个灾难过去 那你一定要很平静 再加上悲心 你不要跟着着急担心 你把事情弄糟糕了 弄糟糕了 所以 也就是说 当你内心乱的时候 不要谈问题 如果你乱 你已经没办法解决问题 你要问师父 可以 那你要接受 你不要argue 你不要对立 不接受 所以归一三宝 那你就要接受 因为我们是按照佛经跟你说 怎么做 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回想完 师父到底有没有超度 看你那个时候的心 有没有在超度的心态 你念了一个阿弥陀经 心里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有的话 你的冤亲在主就去净土 所以我想不但是冤亲在主去了 周遭的环境都变净土 所以各位在法国巴黎 欧洲的中心 念阿弥陀经 那不得了了 就像一个大台风的原心一样 我们在念的原心中间是空性 是没有台风的 台风是在变 对不对 当你专心念佛 你是这个原心 然后这个整个世界都会被你影响 所以一个地区有一个人在念佛 那个地区就可以转化 那各位听我这样讲 你要相信 所以就像佛陀说 一个地区有人专心的在诵地上经 前后左右四百公里都得到价值 所以不管你在念什么 只要你用佛的心很专心 在那边念佛 诵经词咒 整个环境世界周围众生都被你影响 所以在念佛 心清静 则众生清静 心清静 则法国清静 世界清静 法界清静 那你了解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很重要 你家里有十个人 就你一个人在学佛 是你在影响全家 因为学佛的人的力量很大 有护法身 有在修福报 你一个人生气全部都垮下去 所以你要知道说一个人学佛 特别大乘佛 你的力量在影响世界 你起正面的力量 这个世界就正面 你起负面的 就像皇帝杀了 真的他就被杀了 因为你有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你要把握 发挥成正面的 不要找到负面的去 所以心清静的众生清静 所以你要处理一个不清静的事情 你要用清静的心 所以当这个人很不好 你要骂他的 等一下 干嘛 我进去念个佛再出来 对不对 我就是当你 你今天晚上回去 又看到你老公 又带别人女朋友 等一下 我就拜个观音菩萨 再来跟你说 你要记得拉回来 你不能当下被那个环境 拿个刀子被他砍死 当你念念佛 你不是拿刀子 你拿链做出来 送你一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他会念佛 就不会找女人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慈悲才是法器 才是武器 所以我师父也是这样 我师父是 当我们师兄弟 有人在做坏事的时候 我师父就跑去拜佛 他去拜佛 我们就想 谁做错了 大家就开始反应 谁做错了 害老和尚这边拜佛 还拜那么久 等于我们还没有人认错 他继续拜 这样 这就是我师父的方法 他很少去跟你讲 因为师父不是没讲 我在我师父旁边 做试者那么久 我师父都有讲 跟他点 点不通 你看怎么办 我师父都跟他讲 但是讲不通 讲不通 要佛的力量来加持对方 这样我老和尚 也不会起心动念 所以我老实说 因为各位有家庭 有子孙 有爱人 当你对这个事情起烦恼 你已经没资格去处理这个事情 记住 你赶快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阿弥陀经 心清静了 再来跟他谈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有时候 我看别人在问事情 他那个眼睛 他那个脸都已经歪了 这个不能再问下去了 因为他已经一种不满 他只是发泄他的不满 他是目的性很强 我要解决这个事情 我要拿到 拿回来这个钱 我要得到那个 他已经不是佛法 佛法是一种随顺因缘 他会死会活 他有他的因缘 那你要帮助他 那你就要用佛法 让他活着也活着快乐 往生也去净土 对不对 不要让他再多活两年 你要我把你折磨死 我才甘愿 那个叫冤亲在主 所以我曾经去帮一个老人助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到他的脸本来白的变红的 我就很有信心 我就问那个老人 真的念的时候 他还有点意思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还跟我点头 我想这下没问题 这下没问题 没多久他太太老公你不要死 完蛋了 脸又叉 然后又变白了 我就跟他女儿说 等你妈走再通知我 我再来念 因为已经快上去了 他也把他拉回来 老公你不要走 你不能叫我去哪里 所以因为去帮他念到 各位你要想 最好你这个人不要生病 才去几个世界 好不好 你晚上回去就睡觉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最好今天就去 你要有随时这个准备 这个人一定去净土了 你不能说不行不行不行 儿子还没有生 那个还没有 婚都还没结到 怎么可以去净土 所以那你就把自己五花大绑 你要每天睡觉 就是这些极乐世界 醒来就是回向娑婆 度众生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对这个世间没有计较 你把我杀了 你把我抢奸 我都不会骂你 因为我是消业障的 我晚上又去极乐世界了 千万不要把烦恼带着睡觉 不要背个背包压着 然后睡到明天再找你报仇 所以你每天晚上就要放下 就是睡觉就是放下 请问 那你这个人是不是极乐世界的人 虽然你活在人间 你是世间的莲花 因为你有极乐的心 不污染这个世间 充满阿弥陀佛的爱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派来的 往生净土不用等到死了 等到癌症才要去极乐世界 往生净土是 当下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所以各位 记住啊 下回我发给各位一本护照 极乐护照 现在就有签证了 有九个章啊 看了一下他第几个章啊 对不对 现在就要去了 所以你老公有外语 没有问题念阿弥陀佛 因为你不计较这个东西 燕离心事 你对世间的东西 我这样讲很简单了 你们都会点头点头 等下你孙子来 你又不点头了 我孙子 你现在不念佛了 念孙子 是啊 因为他又去爱上她了 他又去黏她了 就像我的儿子 孙女儿 全世界都来跟我讲 海涛法师 你有孙女了 我说那是你孙女 我已经出无家了 我回向所有生出来的小孩子 我不会单独 我去执着这个事情 连英国都打电话 师父你生孙女了 你知道吗 我还假装说 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我早知道了 全世界都通知我了 对不对 我只给他讲说 全世界都有小孩子在出生 我是个出家人 我回向给所有出生的小孩 以及他的妈妈 这个就是对我 所谓我的孙子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 因为我 因为他而想到 所有的妈妈小孩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母子平安 念一下 文书一字咒念的时候 小孩平安 文书一字咒念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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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看到 妈妈带小孩 会怀疑你叫 所以最简单 文书菩萨太 太慈悲了 念一下 这个咒要背啊 这个咒念一遍 你打坐的时候 全身没有膜来伤害你 念第二遍 旁边有保护 念第三遍 整个这个世界得到保护 叫 它的手印是这样 这个拇指按在 无名指 然后捏下来 这个金刚拳